第1 万花筒 第1 万花筒 好,开始时间到时间到 我们今天要说的事情是一个叫做 万花筒 万花筒大概是这样子 有几种形式 大概有两种主要的形式 一种就是 一种我拿给大家看一下 一种就是前面是一颗 一颗球的 我切一下我的画面 前面是一颗 弹珠,有点像是一个弹珠型的 你可以这样子来分类 那像这样子前面也是一颗弹珠的 它就是一个 有点像水晶球的一个弹珠型 的一个万花筒 那 有一种呢,就是前面 是有其他东西的 其他东西 油啊,油里面会有包东西的 要放东西进去的 那像 哎呦 像这一种也是要放东西进去的 那像 这一种也是要放东西进去的 今天我介绍万花筒 万花筒没太多 所以我们时间可能不会拖太久了 不会进行太久的时间 今天没有特别来宾 今天不止没有特别来宾 今天我的电脑抓不到我的相机 所以现在又是用视讯的进流直播 所以你看 我的头会变得异常的大 所以比没有特别来宾还要严重 好,如果有特别来宾 改天改天我们找程程哥好了 程程哥都一直没来 也不是办法一直在荧幕前 诶 刚才说到哪 万花筒这个事情 万花筒的这个东西 它 逻辑上它构造会很简单 理论上 就是说 一般来说 一般来说大家常见的万花筒里面就是三片镜子 我们从万花筒的构造来说明 假设你看到的是这样三片的镜子 万花筒的镜子有一个特点 就是真正好的 我们先从如何买好的万花筒开始好了 标题把它改成如何买好万花筒 各位各位我们今天会介绍万花筒里面的画面 非常的特别 万花筒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如果 万花筒的镜子 镜子有分两种 一种镜子就是我们常见的镜子 常见的镜子就是你家的镜子 或者是我家的镜子 就常见的镜子 常见的镜子是一片玻璃后面镀了一个膜 那它镀了膜之后 所以它的影像会在那个膜上面 但是万花筒 万花筒 程程哥说别乱cue它 万花筒的镜子非常特别 它的膜是镀在 它的镜子的前面 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跟三角形相接的地方 会流出一条缝出来 所以它们的膜 万花筒 专门用来做万花筒的镜子很特别 它膜是镀在镜子的前面的 这种镜子很罕见 大概是镀成这样 让它交集的时候 不会有一个线出现 所以你如果要买好的万花筒 那好一点的呢 就会是玻璃 镜子 镜子来做 所以这是好一点的万花筒 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来咯 万花筒啊 嗯 大家知道万花筒里面有几片镜子吗 有人知道这个万花筒里面有几片镜子吗 陈辰哥说可以偷窥的那一种 那是万花筒吗 那个好像是望远镜喔 陈辰哥感觉有搞错 万花筒一般来说里面常见的是三片镜子 但是也有两片镜子的万花筒 待会会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差别是什么呢 差别是这样子 Alan Lee回答了三片是没错 但是有两片了 如果你的万花筒里面是三片镜子啊 你的万花筒会形成无限的 我们称为无限的万花筒 就是它没有边界 它会一直咪有下去 一个无限的万花筒 万一你的万花筒的镜子只有两片的话 它会形成一个圆形的万花筒 有点像望远镜看出去是一个圆形的一样 那如果你的万花筒是三片的话 它就会是一个无限的 我好像可以直接拿到镜头前 等一下喔 跑马灯可以缩小定住吗 眼睛很花 跑马灯可以缩小定住吗 眼睛很花 缩小字就有那个啦 待会再帮你 你稍微把你的荧幕旁边遮一下 或用拇指 如果你是用ipad看的话 用拇指把它遮住 陈小姐麻烦你不好意思 诶刚才说到哪 花花筒 这是三片的 三片的啊 你看到的就会是 我把它挤到镜头前 大家看到的会是 无限的万花筒 那 举例来说我找一个两片的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两片的 好这个是两片的 两片玻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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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是一个 你看到的就会是一个圆圈圈 有没有 他没有 无边无际的 OK吧 那 诶刚才说到哪 所以你三片的 大概是这样 三片他就会没有边界的 一直迷路出去 然后两片的就会是 就会是形成一个圆 但是 这个有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点 就是 三片的 大部分 都是夹成一个正三角形 大部分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圆形的圆球 圆球的万花筒也很有趣 圆球的万花筒啊 圆球的万花筒 这种就是 这里其实没东西的 那它里面就是三片镜子 然后 前面有一个透明的 圆形的万花筒的特点啊 圆球的万花筒的特点啊 就是 你看到的其实是外面的东西 外面的环境 啊所以 我给大家看一下哦 我把它套过来 然后装上这一根 这样子 噔噔 我看一下我 我回来让我自己看一下 好 这样子 大家看到的其实是 这是我的鼻孔 如果大家对我鼻孔有兴趣的 这是我的鼻孔 这是我的嘴巴 这是我的牙齿 以及我的舌头 大概是这样子 我的眼睛 好 这种就是 球形的万花筒 它看到的就是外面的世界了 那这也就是三片镜子 所以它其实是 一个正三角形的反射 好 再给大家欣赏我的鼻孔 等一下太大 差点跑进去 我的牙齿 以及我的眼睛 好 那刚才这个就是球形的万花筒 所以大家有看到 这个万花筒 刚才看到的样子 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的 该怎么说 非常的圆吗 对 无边无际的 的环境下 它是一个无边无际的 所以 诶 这样可以看到我自己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我本人 我本人在移动 好 很多个 很多个我本人 诶 这不好对 OK 好 这个就是球形的万花筒 它构造很简单 就里面是三片 三片玻璃 或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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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什么片啊 有一些用铝片 铝片反射度又很差 所以就是你看起来有多亮 会决定这个万花筒的品质 好不好 就是看起来亮不亮 就是看里面是用镜子 还是用铝片 还是用那种镜面的压克力 那刚才这些都是 这两个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这两个都是 应该是西班牙做的 两根球形的万花筒 那刚才有说了 万花筒 它其实可以用两片来做 这一个啊 就是一个日本的艺术家做的一个万花筒 它就是用两片剥 两片来做 所以你看到的啊 会是像是 教堂的花窗一样 是一个圆的 有点像玫瑰花窗 是一个圆的 然后里面 它这里前面有一些液体在流动 那这个万花筒就比较特别 它啊 它底面做黑色的 所以它 你看到的光是从它的四周进去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黑底的 黑底的万花筒 然后 我把镜头拿下来看 可能比较 会对的 比较不会晃 我把它夹好 大家有看到它是一个黑底的万花筒 所以 我现在旋转它 然后它就会 里面的东西在油里面流动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异常的缤纷 大家仔细看哦 它这个是一个非常小角度的万花筒 所以它同一个东西 展开之后 会变成是一个 更接近一个圆 然后它的亮点会更多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我现在已经不知道 它看到的是什么了 它这个看到的不是 它这个看到不是外面的世界了 它看到的不是我 刚才亮点不是我自己来的 它这个是来自于里面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里面 大概就是一些油 辣油那一类的 然后里面 装了一些塑胶粒 好一点的 会装一些玻璃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 那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还有最后的一个 这样走 已经到最后一个万花筒了 我们已经到最后一个 今天的进度很快 今天的进度很快 最后一个万花筒 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收藏很久的一个 欧洲的一个万花筒 它 那这种就是早期他们用玻璃 全部都用玻璃做 然后外面用 用 铅把它封起来 封边 洗或铅 不知道是洗还是铅 然后里面 大家可以知道它 你看它扁成这样子 所以它里面是两片很 小角度的玻璃 大概是这个样子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 小角度的玻璃 然后这里面有 前面有一根这样子杆子 里面也是一些 塑胶粒啊 或者是如果你要放钻石也可以的 钻石 有可能会异常的闪亮 然后这个看出去 我看一下喔 它这个也是两片玻璃的 所以它是没边界型的 那它 不是 有边界 它也是一个圆 圆窗型的 大家看一下 能不能对到 它这个是一个圆窗型的 然后大家 因为它 碗壁是有点像钳一样的材质 所以 把它转一下 李中敏问说 上次吹气球秒变乐器怎么用 吹气球 对哈 但我吹气球还没找到耶 下次下次再帮大家介绍一下 我如果滑动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滑动 我待会会滑动这根杆子这样子 滑过去 有点像油流过去一样 然后它的变化就会是像这样 诶 我还没滑还没滑 正要滑 一二三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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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诶 滑快一点 或者用旋转 这是旋转的 这是滑动的 有鸟叫声是因为摩擦到 不是我们在街上鸟滴 好 所以这个就是 诶 应该把它拿回来 这个就是 诶 我应该怎么说 这个就是 很古典的版本 非常古老的一个万花筒 很传统的一个万花筒 如果大家 日本 日本 如果大家去日本 日本会有很多 欧洲也会有很多 就是长这样子 那有一些会是像 反正就是 它们的外观 会是有点像这样子的玻璃片做的 玻璃封外面 然后 牵或洗封全部的东西 然后 镜子 大家可以看到它镜子 隐以约约你可以看到两片镜子 这个水滴口 这里 隐以约约可以看到两个镜子的夹角 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看起来会是一个 非常远的一个万花筒图形 是这样子 好以上 今天万花筒到这边告一段落 今天是进度最快的一天啊 我们花了14分钟搞定了万花筒的介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教大家做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非常特别的万花筒 就是在 今天我遇到有 震宏 刚才他有上来打卡 现在已经 转动 乘诚哥说转动速度变得很快 会怎样 我们回答一下乘诚哥的问题 读一下看看 对一下 对一下 好像太亮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应该是这样靠 诶不对 刚才不是这样靠的 这样 诶怎么啦 有个星星诶 这星星不知道哪来 这一瞬间怎么这么完美 转动速度加速 就很滑 因为它里面有油 所以它东西也不会跑得太快 有种阻尼的效果 应该是我左右移动很快 会怎样 左右移动好像 超光速的旅行 如果有一天你遇到超光速的旅行 瞬间大概是这样子 嗚嗚 这样 到达终点 到月亮 然后你从月亮又回来的时候 瞬间就这样 嗚嗚又回来 大概这样子 18克在传送的时候 应该就这样子的感觉吧 就把灯光稍微遮暗一些些 比较会过曝 瞬间 诶 诶 诶 没那么多只手 只有两只手 嗚嗚 嗚 好 还要模拟超光速 离体了 离体了 来不及截图猩猩 不用担心 我们直播完之后的影片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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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在 FB里面 感谢 要忙着截心心的 刚才说到哪 哦 因为 因为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本来我们今天要介绍 有点像和光临近啊 分光啊什么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后来想到 之前有一个万花筒 的东西非常的有趣 那大概是我在1996年的时候看过一次 这辈子就没有再看过第二次 那 那个东西是因为 1996年我有一个同学叫许志浩 他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万花筒的现象 那 要把它做出来 需要 镜子 或者是 镜面的压克力 但是你要知道礼拜天不太容易买镜面压克力 所以我就问震宏 震宏说有一个地方有 他说IKEA 所以我就到IKEA去买了一个东西 IKEA有一种镜子 是压克力做的 大概这么大片 大家如果有去的时候 就顺便买一下 一百多块 非常的划算 一边是 反正就是 镜面压克力就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切镜面压克力 比你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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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容易多 切玻璃你要准备钻石刀 或者是拿你妈妈的卡蒂亚在那里刮 一定会被打死的 Tiffany的刮也是会被打死的 钻石可以割玻璃 但是你割玻璃的过程中 那钻石戒指割玻璃一定是会被骂的 刚才说到哪 所以你买了这个之后呢 你把它切成了T型 T型 T型不是ET的T型 而是楼梯的型 你把它切成T型 我给大家看一个简单的面 大概是像这样子 T型 我跟大家说一下 反正如果大家都要用IKEA的来做 我跟大家说一下IKEA的尺寸 大概怎样 它的这一片啊 它的宽度就是 16 你就不用管它了 你就不用踩这两刀了 太麻烦 太麻烦 所以你就直接 把两边切掉 一边是 上面我留了5公分 下面我留了12公分 下面我留了12公分 所以是一个5公分 12公分 然后长度是16公分 反正长度就没切了 然后你就T型 但是你不要傻傻 一直 我要怎么说呢 好 首先你这里切了一个T型之后 你这里切了一个T型之后 这里再切一刀 就会再是一个T型 这里再切一刀 就会T型了 所以总共只要切4刀 就可以得到 123 4 切4刀就可以得到3片 3片像这样子的 倒立的角锥 倒立的角锥的万花筒 非常的特别 非常喔 没人看过 所以大家 你们先把T型先切好之后 黏好之后 记得要让镜子朝内 镜子朝外把它贴起来 后面都是灰色的 后面会是一个灰色的 我把剩料给大家看一下 一开始我切的是这样子 我一开始切的是 有印象中我切了8公分 5公分的样子 8公分对5公分 没错 上面是5公分 下面是8公分 这样子看起来没那么精彩 所以我就再调整了一次比例 切了一个 上面12公分 下面5公分的 的T型 然后呢 你就用 赛先生胶带 记得胶带 尽量用赛先生胶带 赛先生胶带 为什么要赛先生胶带呢 因为你如果用赛先生胶带 贴起来 东西才会有形 才会比较草 比较好看 还可以把logo朝前 然后整个贴起来 就感觉像是一个产品一样 非常的漂亮 这都不是重点 对 上底5公分 下底12公分 来来来 我们这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你这辈子没看过的一个 的一个 万花筒 刚才说过了 我们 万花筒分两种 一种就是它 看起来会是 圆形 但是没边界 它就用两片玻璃做嘛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用三片玻璃做的 它就是一个无限的 然后 然后的一个万花筒 这一种万花筒 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会变成 里面的东西的影像 会变成一个球 球 它里面你看到东西 会是一个球的一个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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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看到的东西会很特别 我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心里要有准备 李中铭有签牌 五一三 不知道有没有中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要 好 我这样子 首先这样子的 这个东西 仔细看 我给大家看我的手掌好了 这档 不好意思 这些人不要这么晃动 太high了 有点太晃动 我待会 这里有两个洞嘛 所以理论上也是要这样子看东西 看东西不是去看外面 而是你要把东西放在这个底部 你把东西放在这个底部的时候 你看到的那个东西 就会变成是一个 球形的一个万花筒 大概是像这样子 但是我刚才有说过了 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我给大家看的是我的手掌而已 只是我的手掌 万花筒 大家仔细看中间的底部 其实只是我的一个手掌 的凹痕而已 只要我形成一个球状 感觉像脑袋一样 感觉像脑袋一样 大概移到更 皱褶比较多的 手掌皱褶比较多的地方 这样子 还不有趣 假设你把东西放进来之后 它会变成刺蝟型的 我把笔大概是这样子 我把笔握成这个样子而已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里面 大家再看一次 你会看到一个海胆 海胆型的 海胆型万花筒 但是啊 这个我知道大家还很期待的 另外一个东西 刚才我们有看过了 本人的 再给大家看一次眼睛型的 你会变成是一个 球面上有布满的眼睛 球面上布满眼睛的一个 一个万花筒 但是我不太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我现在这样子的话 我其实 不太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不太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所以 怎么 好像有了 好像还可以 既然大家有看到 我再给大家看更厉害的东西 就是我的鼻子 鼻子是真的不行了 鼻子我真的不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了 根本没办法对焦了 我的嘴巴 我的牙齿 真的超难对的啦 所以啊 它这个万花筒的特点就是 它万花筒的特点就是 你把它做好之后啊 你把它套在任何的东西上面 然后那个东西你这样子 由上往下看它就会变成了 是一个 一个万花 球形的万花筒 欸 痴 但是 会不好 对到 到底镜头在哪啊 欸 超累了 欸 但是你越近距离看它整个的效果 越特别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的效果 木纹桌 所以它会变成一个木球 有没有 它变成一个木球 然后我随便拿一个东西 好 我随便拿一个东西 假设我拿了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磨砂头 磨砂头放在桌子上 然后把它套上去 之后它就变成一个 欸 这个叫什么球去了 欸 海胆球 非常的有趣的一个 奇怪的万花筒啊 好 所以今天 就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整个万花筒的做法 刚才说到哪 就是 首先 先买IKEA 的压克力 等一下我忘了跟大家说你压克力要怎么切 到时候大家切到手断掉 啊 高丽姐的椅子 对 高丽姐的椅子 就是 就是有一个球 木球 然后它有一根一根一根 然后旁边远远的 有点像是 海胆 又回到海胆 高丽姐曾经设计过一张这样子的椅子 然后你人可以坐在上面 没错是高丽姐设计的椅子 那我们现在快速的跟大家说明一下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压克力要怎么切 首先你就准备小刀 然后 就切它 小刀切它维持很锐利 双边都切 割 割应该是用割 就是小刀割一边 然后小刀在另外一边割 然后再把它折断 大概这样子 好 对 啊要准备 准备赛先生的胶带 诶 从小孔看大孔会看到什么 我看一下 小孔看大孔 报告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 小孔看大孔大概就这样 嗯 这样有很特别吧 这样应该 我们今天就这样直播 这样子叫做 叫做小孔看大孔的样子 但是我现在我看进去的话 却是一个球形的一个摄影机 哦 是一个球形的摄影机 哦 对对对 高丽姐的椅子是一个普攻音 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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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海胆 是一个普攻音 普攻音的椅子 抱歉 还好高丽姐没在收看 诶 高丽姐偶尔会上来 好 那所以今天 今天主要的 正式的内容 就到这边 到段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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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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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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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